红旬过油再和酒黄竹笋香菇等配料 拌炒入味 甜酸酱料还不忘加点醋 这道桂花芙蓉红旬 纵使大热天吃蟹也不腻口 七月是四类 那个八月是行类 因为过这个季节 他就要交春了 就要配对了 白色的洋葱 还有黄色的蛋黄 重点是有红色的蟹膏 那一起拌炒在一起 就好像八月的桂花 咸甜的口味 那夏天吃也非常的合适 另一头回转寿司餐台 也被螃蟹鲑鱼镇领 其中蟹膏蟹肉肾加酥炸鱼皮 另外金赏龟虾左蟹黄 和一番龟蝶双翔 用柠檬点缀 可能现在因为目前天空 可能比较炎热 还是比较喜欢吃一些 比较清爽的东西 瞄准陶客味蕾 台北万豪酒店祭出秋蟹饗宴 金冻沙公鲜果沙拉 淋上和风酱 化雕蛋白蒸沙公 则主打滑嫩口感 另外台北喜来登大饭店 也来餐一咖 芙蓉肉松老酒蒸处女食 肉质细嫩 搭配绍兴蒸蛋 品尝食更添柔盛 而台北福华大饭店 主打免粘手秋季套餐 蟹肉蔬菜卷 两百香蟹走爽口路线 台北达米饭店 也将把沙公沙姆雪场蟹入债 天神饭店集团品蟹液 则将鲜蟹用避风糖 麻油煨煮成为白饭杀手 蟹肉沙拉 它其实就是采用了 柴鱼昆布的鲜冻 那搭配我们的清凉蟹熬 那其实吃起来是非常的开胃 历秋后熟热未退 天气依旧热乎乎之下 球鞋料理纷纷在配料 煮法上下功夫 吸引陶克上门 TV的新闻 谢卫祥 刘一生 台北松法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